第89届的奥斯卡公布了入围名单 《越来越爱你》这部片太强了 总共入围了14项是最大赢家 也打平了《铁达尼号》的记录 还有一位同样写下记录 那就是美尼史翠普 真的是细经 他个人入围20次了 奥斯卡入围名单公布 《越来越爱你》获得14项提名 成为最大赢家 用多30多座影帝奖 几乎横扫各大奖项的凯西艾弗列克 靠着海边的曼彻斯特前进奥斯卡 单做华盛顿指导监制的电影凡离 不但让他再度入围最佳男主角 更挤进九部最佳影片入围名单 奥斯卡摆脱好败争议 我认为奥斯卡是非常混乱的 而且今年真的做了一个好努力 他们很认识 在今年年代的恐怖 当年年代的比较黑 比较黑的计划 这年年3个最佳最佳的电影 是《African-American》的主角 成为时尚入围最多演技奖项的演员 竟算没讲 赵丽在奥斯卡前夕公布入围名单 弟弟凯西有望拿惊人 但哥哥小班却入选最烂营地 蝙蝠甲队超人正义曙光 拿下包括最烂男演员在内八项提名 但小班也不用太难过 不少奥斯卡得主包括朱利亚罗伯茨 老婆丁尼洛还有纳乌密华兹 全都榜上有名 TV新闻综合报道